红先生是丽娜的雇主 抱着有时无名的孙子 瞬间红了眼眶 脸上全是无奈与不舍 台北市一位印尼籍移工丽娜 在2020年受同样式 移工的朋友索托 帮忙照顾刚出生的男婴迪欧 没想到朋友却人间蒸发 丽娜只好把迪欧带到 红姓雇主家一起照顾 红先生没有儿子 把迪欧视如己出 却因为迪欧的生母式移工 无法办理户籍登记和健保 只好求助明代参选人 台北市社会局表示 会先将迪欧安置在南港 关爱之子家园由社工照顾 如果六个月之后 都没有办法找到这个妈妈的话 那接下来我们就会进行 规划的动作 两年照顾期间 丽娜不断寻找迪欧的生母 却始终没有下落 迪欧没有身份 无法接种疫苗 也不能看医生 一想到如儿子一般的迪欧 即将离开 也让丽娜的情绪瞬间崩溃 迪欧年纪两岁 不但生母下落不明 如今被迫离开 原生家庭更令人鼻酸 华视新闻张志愿张正杰 台北报导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哦